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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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你是刘阿毛啊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啊 我是立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刘大人啊 胡说 立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做的是八台大轿 起身三声八炮 过地低洞山摇 前呼后拥 齐罗伞扇 金瓜岳父朝天灯 黄土铺地 净水破街 十里一踏棚 五里一大雁 那地方官员就像一群摸罗斯的鸭子 屁股觉得比脑袋还高 瞧你那样 弯腰驼背 骑了一头兽驴 敲摸尸就来了 连兽驴都看见了 还立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呢 那我问问你啊 你见过立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啊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小猪走吗 我告诉你 去年知府大人路过 就是这个气派 阿摩 你见过你爷爷吗 没有 见过 没见过 不 见过 在哪 就在你面前 就你这模样 您是我爷爷 我是你爷爷 我还是你爷爷呢 混账东西我打 你不是 你不是我爷爷 阿摩 阿摩 还不跟我跪一下 叫爷爷 这就是你爷爷 爷爷 爹爹 爷爷 孩儿不知爹爹来 小婚车 未能远迎 孩儿有罪 孩儿有罪 阿摩 还不快把竹板拿来 请爷爷责打 快去呀 爹爹 阿摩 年幼无知 有眼无珠 冲撞了爷爷 请爷爷打我屁股 以小爷爷的气 求爷爷 将竹板高高举起 轻轻落下 放过阿摩好吗 我要是高高举起 不轻轻落下呢 把竹板给你爹 爹爹 孩儿不孝 请爹爹家法从事 你还知道你不孝啊 你离京的时候 爹是怎么跟你说的 我虽然是官至中堂 我是上为皇上当差 下为百姓解忧 我让你带幼子回到老家 让你切记切记 一面公庚是一面苦毒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么大点儿的孩子 他都说了些什么 他满嘴是八台大叫 净水泼街 他说他是他爷爷的爷爷 就这么个小东西 你不管叫他 你不说这些个 他怎么会知道啊 爹爹 海儿自离京返乡之后 爹爹的教诲 海儿从不敢有片刻相望 唯秦于耕种 发愤读书 至于阿毛 海儿更不敢在他面前 宣扬达官显贵 只是如今世上 全是泛滥 众口一词 小儿耳濡目染 杨子不叫父之国 你还敢狡辩吗 海儿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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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家法给我 看我打你 老爷 老爷 慢着 您是 按祖里的辈分 你应该叫我一声大婶 拿着 婶我这儿有理了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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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知道你是个爹 你还知道你是个爷爷吗 知道 你在京城里做高官 把儿孙们弄到乡下来 他们沾了你什么光 你现在至世还乡 甭说黄金白银 你把京城的冰糖葫芦带一支来 哄哄你的孙子 你好威风 你这样的家教 能改变得了满朝的世风日下吗 不能 来 这来这么多人 就是啊 弄病了干嘛 干嘛 干什么呀 这 下 快看 圣旨下 刘庸接旨 让他圣旨下来 您慢着 钦差大人 您能告诉老朽 是什么事吗 刘大人 不管什么事 您都不能抗制 皇上在心黄盈盈的大喜日子 在乾清宫大开迁走宴 蒙恩赴宴的 有在朝与不在朝的 德高望重 年过花甲的元老重臣 包括年近百岁的陈敏 共有六千余位 恭喜贺喜 刘大人 您可在名额之内 不签走宴 为了吃顿饭 这千里迢迢的大老远 你想说啥事 叫你去赴宴 又不是去赴死 你是想叫刘氏满门抄斩 我说婶 这刚进家门 我得斜斜脚 不行 不行啊 刘庸接旨 遵旨 你去赴宴 皇上在下官临行前 曾对下官说 刘雍是个倔老头 你一定要把他召回京来 您这纸啊 我已经知道了 就不用宣读了 何时启程 刘大人 即使日夜兼程 怕还是紧了点 必须立即启程 去吧 好赖皇上不会留你了 快去快回 本想在家里过几天清静日子 你瞧瞧这 不行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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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老爷我见旅去啊 干什么干什么 刘大人 刘大人 给你本书 叫你爹教你 叫他教你 看见没有 这是家法 家法加上书 啊 记住了啊 好吧 来 快去 快去 哭什么呀 我这又不是去送死 哎呀 别哭了 都别哭了 啊 那眼泪呀 它不是济南暴徒泉的泉水 那是有限得很哪 那到时候我要是真死了 你们的眼泪都哭不出来 你说是我是死了好还是活了好 那我是活也活不过来 那死也死不过去呀 赵成啊 哎 随后跟上啊 老爷 您放心的走吧 一会儿我租快马跟上 好 啊 乐吧乐吧乐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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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毛我要的东西你给我拿来了吗 好 快点 哎 爷爷要的东西 哎呀 爷爷要的大葱香装上 哎 包包包包 哎呀 爷爷 我也要的sem 哎 爷爷 爷爷 不哭 爹 爹 穿 爹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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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吗? 劲儿 爷爷, 爷爷 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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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下 刘大人, 怎么不走了? 我一路憋了泡尿, 到现在也没撒 刚进家门, 叫小孙子给吓回去了 这是我家菜园子 肥水不留外人田, 我得撒泡尿 爷爷 爷爷 阿姆, 过来, 过来, 过来 跟爷爷一块儿交泡尿 咱叫自己的菜园子 好, 走, 走 走, 走, 走 阿姆, 爷爷走了 回吧 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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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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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 你看, 你又看不起我了 別胡鬧了, 張誠 到底出了甚麼事? 不是出事, 真是吃飯 是請老爺的吃飯 太上皇請老爺吃飯? 不光是老爺的一人 還有一大幫的老頭 難道老爺就為吃這頓飯 大老爺跑回來了 是 這太上皇幹嘛請你幫老頭子吃飯? 我也納悶 太上皇是想大火了 要不然就是悶得慌 反正我也是說不清楚 劉安那不是在紫禁城外候著老爺子 老爺不放心, 特意是 在紫禁城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歸自有天命 太上皇就是宠他 吾富吾君 吾富吾君 大逆不道 你們看見了沒有 和尚的腦袋上的靈子的風向變了 是不是 不認識我了 我就是羅鍋子劉悠 看見了沒有 我跟你們不同 我敢說真話 敢說真話 我先去 禀報夫人 太上皇和皇上送來一份情帖 老爺不是已經去了嗎 他說這是給老老爺的 老王爺病我多年 太上皇是知道的 是啊 皇上有旨 老爺爺是三朝老臣戰功赫赫 雖然不能赴宴 鐵子務必送到 太上皇太上皇這回玉宴天下名酒 竭烈席上 老太爺乃品酒名家 如果不能去實在太可惜了 誰說我不能去 爹 悲嬌 爹 睡了這麼多年 你不 你不 夏兒 你不知道 今兒這酒跟過去的酒不是一回事 那也不能再喝了 爹 我呀 不要 張誠 快给我剃头, 更衣 诸位爱卿平身, 赐座 太上皇御旨, 平身赐座 祝太上皇皇上 祝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走 就坐 诸位爱卿 大家都提起杯来 为太平盛世, 为我们大清 喝下这第一杯酒 喝 赐座大皇同温 好, 诸位爱卿 朕在位六十年了 身边有许多善隐的老臣 可惜今天是独缺一人 谁说独缺一人 我来啦 我来啦 这, 这是谁啊 皇上 是六王 皇上 为臣, 父业来迟 请皇上, 皇上您恕罪啊 六王 六王爷 五王, 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上 诸位大臣 六王爷 你们不要惊慌啊 我呀 我是喝了那仙人醉 我是三魂 他跑了两魂 快跑了两魂 是啊 小伯 皇上在这儿设宴 我呀 我是来这儿喝环魂酒来啦 皇上 我, 我是三魂七魄 全都归了位啦 这, 朕让他们给你送帖子 是想告诉你, 朕没有把你忘记 没想到你真的赴宴来了 谢谢皇上 我来看看 今儿个都有什么酒 王爷, 王爷, 王爷 您尝尝这个 各位, 我先喝了 王爷, 行 王爷, 行 这什么酒啊 杨河大气 好 来来 我给您倒上 我先骗啦 这什么酒 茅台 真是老朋友啦 我真是沾了皇上的光啦 我说王爷 这么多年了 还是老毛病啊 怎么这么多年了 只要有酒 您可就不落空啊 来喝啊 狼酒 好 来, 您尝尝这个 您尝尝 这什么酒 怎么样 六曲香 好 真是奇迹啊 奇迹 来人 赏给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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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中欲酒 喝 让他喝个够 老臣谢皇上 我万岁万岁万万岁 是太上皇 太上皇 当然了 现在呀 已经是嘉庆元年了 你瞧瞧 你瞧瞧 哎呀 真是俩皇上 我呀 还当是我看花了眼了呢 你在说什么 奇奏皇上 老臣 今儿可真是感受皇恩 能够开怀统吟 真是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啊 好 那就多喝几杯 今日 宫中好酒管够 啊 诸位 举杯 喝 太多了 孩子 这就是六王爷 哦 这就是那糊涂王爷呀 你 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呀 让他听见可了不得 哎呦 光顾喝酒了 忘了正事了 启奏太上皇 启奏皇上 穿伞杯 王爷 王爷 我刚才没有敬你酒啊 我刚才没有敬你酒啊 啊 皇爷 皇爷 天所业 乃千古难封之盛事啊 不要拿一些百姓的话题 来扫太上皇的姓 啊 哈哈哈哈 何大人 穿伞的白脸叫弄得那么厉害 已经火焰酒什么了 满朝文武大臣都闭口不言 难道我这个老头子就不能说两句吗 王爷 您的装糊子装了一辈子了 啊 接茬装下去吧 啊 我 我装过吗 啊 我这一辈子就那么糊涂吗 说直言 王爷 这话也就是现在要跟从前 你想说都不敢说呀 要撞手不忍担 王儿 六王爷他在说些什么呢 父皇 父皇 儿臣好像听见了穿伞白脸四个字 对 朕好像还听见说什么了 我只听见了九状二字 和尚 你让六王爷把话说完 王爷 您把话说完 太上皇让你说完 契造太上皇 老臣是说穿伞白脸 脸 脸 回太上皇 王爷是说穿伞白脸 花 隆冬开放 实属千古罕见 是吗 是啊 朕还听见说酒状什么 对 王爷是说 皇上刺探欲酒 喝了之后酒状英雄胆 威震四海 契吞山河 好 好 喝点 老臣是说白脸教 没有说白脸花 对 没错没错 王爷的确说的是白脸花 六王啊 皇上 朕记得 您是近百岁的高龄了吧 提奏皇上 是 是 难为你了 如此高龄还要心计国运 难为你了 来人呐 朕 赐六王 常寿仗义丙 金元宝一枚 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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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兴通免礼 皇儿 你与朕举老臣们共饮几杯如何 谢父皇 来 走 来 喝酒 来 喝 喝酒 来 喝酒 倒计和尚 倒计 阿弥陀佛 来 喝酒 阿弥陀佛 皇上 贫僧六欲已空 心如四慧 皇上设宴 贫僧前来 斩一些臣氏喜气足矣 阿弥陀佛 太上皇 皇上 还是到那边 多赐老臣们饮几杯吧 太上皇 皇上 起床 诸位老臣平身 免礼 你们身体都还抗健吗 有什么事儿 需要朕替你们办吗 启奏太上皇 有件事儿 对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朕问你 你就说嘛 说嘛 平身 皇上 要说这事儿呢 它也不算什么大事儿 可是老臣围观一声 那我从没设过这么大的冤屈要我 有什么冤屈尽管说出来 太上皇 还有皇上会给你做主的 对 朕给你做主 这 这事儿就是前些日子吧 我儿媳妇啊 给我小孙子喂奶吃 我那小孙子呀 太顽皮 他不肯吃 我在旁边看着 那是真着急 我哄孩子 我说这 乖孙子 听话 吃 快吃 你要不吃 爷爷可就吃了 没想到这句话 招来大货 我儿媳妇啊 蹭 站起来 指着我的鼻子 说了一句 脑不正经 牛脸上就回他屋了 我都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儿 到了晚上 我儿子回来了 跟我是又急又闹 你猜他说什么 他说我呀 他说我 挑起他媳妇 太上皇了 您胜利 您给评评这个理 拜 您说我冤不冤的我 这个事儿 朕以为 你应该向自己的儿子解释清楚 不就得了吧 我不跟他解释 我也急了 我说我这是哄孩子 我又不是真吃 我就是真吃 对了 你小子吃了我媳妇三年的奶 我就不能吃你媳妇一次啊 你这个老东西啊 你是在给朕说笑话是吧 你这个老东西呢 谢谢大 toll 让我来 借了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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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顶带呢 太上皇啊 我已经告老还乡了 朕当然知道你已经告老还乡 是朕准的你告老还乡吗 可是我没有夺了你的官阶俸禄 古人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我已经告老还乡了 再要是官一样打扮 岂不是有妻室盗明之嫌啊 再说呀 乡下人本来就怕官 更何况是一品的顶带呢 太上皇您就叫草民 在山东老家安安生生地过日子吧 好啊 庸言你听听 你听听 刘庸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是父皇 来人赐刘庸欲酒三杯 解太上皇皇上恩礼 谢谢 谢谢 谢太上皇皇上恩礼 好 诸位老臣 喝 来来来 接着喝 谢谢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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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诸位 在家 目前都做些什么呀 吃饭 睡觉 溜溜答答 唱唱跳跳 还唱唱跳跳 好啊 好啊 太天皇 您听奴才说 这奴才所知 他们有时候唱的是 一些迷迷之音哪 什么 迷迷之音 各位都是武将出身哪 国家现在虽然是一片生平 二等也不应该抑制消沉哪 是啊 哎 哎 哎 我说伙计们哪 啊 把咱的家伙事拿出来 哎 把咱的迷迷之音唱上一段 让太上皇 皇上听见 好好 那一看 好 那一看 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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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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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 那一年 听听听 听听 听听 听听听 全春江日一季航 朗雁滾滾滾明天地 大夜奔沛不满朝 强力不得洋流亂干谷周 吹人哈好 岳下冰河如流水 将三空战战好 听随着江春追尽 丑白发几朵尾 梦里游温遍水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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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老臣唱得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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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喜欢这曲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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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十万大军处于门 与驾亲征